因为我NBA的偶像是3号 Wayton 各位 Wayton 你觉得这次比赛表现怎么样 给自己几分 满分吧 今天应该给自己满分 终于圆磨 拿到MVP 拿到MVP的感觉 当时真的 就在采访的一刻说的话 真的 想哭 想哭 谢谢队友 谢谢我的家人 谢谢帮助我的 我真的觉得 只有他们帮助才有 才能 我才能今天拿到MVP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篮球的 应该是从初中吧 当时家里下面有一个篮球场 然后每天放学回家 就会手机去打篮球 然后我妈就做饭 我打完球 妈就会推开那个窗子说 汉汉回家吃饭了 我妈喊我回家吃饭 就是那种感觉 就练练练 每天就自己一个人玩 或者跟大家一起玩 我反正就很爱这个东西 那疯子最期待和谁打比赛 当然是想和我的偶像 Rate 就是 见一下 你最想尝试的一项极限运动 是什么 我现在很想学滑雪 是我很想学 但是只滑过一次 那为什么喜欢滑雪 说不上来 我觉得滑了一次 就觉得很上瘾 一键不清新 什么时候播吗 我听说一键不清新 九月底就会上 下一部戏 想尝试什么样的角色呢 像热雪人 类似于警察 军人之类的 您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话吗 我觉得 非常谢谢 我的粉丝们 因为 有他们的不离不及的支持 到场给我加油 我才会有今天 拿的MVP 然后我才有 很谢谢你们 希望你们 越来越好 越来越强大 我也继续努力 那最后一个问题 能给我一个 温柔灿烂炫绿的 大笑容吗 能秒差的那种 这样 OK吗 这位 exclusive 这位